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集体创作的民族芭蕾舞剧 这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 欧欣立学的经典之作 这是一个理究不衰的艺术神话 红色梁子军 英雄旗帜红遍华夏 艺术精神大胆相传 2014年9月23日 人民大会堂经典芭蕾舞剧 红色梁子军首演50周年纪念晚会 隆重开演 因为这个50年仅有的这么一次 每一代的就是曾经为红色梁子军的这种影响力 付出过自己心情汗水的一代的艺术家们的代表 他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毕竟50年嘛 因为可能以后像这样的一个能够就是我们第一代的艺术家的代表 还有这个年轻最年轻的甚至第六代 甚至是就是95后的这批演员们一起在这个舞台呈现红色梁子军的机会 可能以后也不会多了 所以说应该是大家真的说还是比较激情满怀的这样的投入在这场的演出当中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很兴奋 我也很激动 也很高兴 也很幸福 没想到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 一晃就是50周年了 有这么一个50周年的隆重纪念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好的结人 还有一些老同志就演什么能够走动的 能够上台的 也都来了 尽量吧 这是一种心意 他们就是还没有忘掉我们最初创作的这些老同志 这套服装 这套服装 多少年以前出国的时候 国家给配置的 加了好多年像点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 他们我干什么去 我想参加圣蝶决肺 当初我们这个创作这部舞剧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一直能够演 演到今天50周年 我们还一直都是 大家还是非常欢迎这个舞剧 每次看我都会非常激动 我看到很多观众 当这个娘子军一奏响了以后 大家都起立 鼓掌 都非常有的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也非常激动 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岗位上 所以我这一辈子搞了很多不声 但是我最得意的 最满意 感到自豪的 就是胡子娘的女儿 舞台上将呈现500余人的强大演出阵容 众多文艺名家 民居后代 高校学子 中校学生参与 更有五代曲发代表 同台表演 正明一套哲术年 0828 αποуже 부� 540あの年 民居后代 O � embraced ive 哲术年 08 argent features the qw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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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哦 debts… 分 ハート 所以当一提到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想在人民大会堂 做一场 就是能够就像我说的 就是跟大家说的 像大party一样的 那么这个party来自于 这个社会各界 因此就会呈现出 就是有这个歌唱家们的 代表然后有影视 这个艺术家们的代表 然后也有这个 作为这个戏剧的 表演艺术家们的代表 红色娘子军可以说是 半个世纪的记忆 一个时代的经典 它影响了许多的人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 它就是一个 我们的天鹅湖 是经典 绝对的经典 我们对待红色娘子军 其实我们青春的记忆里面 就它对于我们心灵的影响 我们真正曾经如醉如痴的 就接受过红色娘子军的 这种艺术 红色娘子军 从舞台走上荧幕 从中国走向世界 芭蕾排成电影之后 使更多的观众所熟知 我们看见了自己的 民族芭蕾形象 通过娘子军 接受了芭蕾舞 通过芭蕾舞 记住了娘子军 有多少女青年 在水泥地上 挥汗如雨 挺立竹间 有多少男青年 在舞台上 挥动着大刀 竟显着英雄本色 红色娘子军 对于每一位中巴演员来说 是必休克 因为他铭刻着几代人的 青春岁月 红色娘子军 对于每一代中巴人来说 是传家宝 他见证了半个世纪的 忠诚岁月 红色娘子军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非常喜欢的民族经典 五十年四千多场演出啊 他留下的是历久弥新的 不老神话 下面 请中央巴雷舞团团长冯英女士 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今年 今年 是红色娘子军首演五十周年 我们启动了五十年五十场的全国行演 今晚 我们相聚在令人向往的人民大会堂 共同释放革命激情与浪漫情怀 就是为了更好的弘扬 红色娘子军那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以及呈现中国芭蕾人对崇高艺术理想信念 不断追求的执着与传承 请允许我 借今晚 仅代表中央芭蕾舞团全体演职人员 对长期以来 关心我们 爱护中巴发展 和几代国家领导人 以及社会各界朋友们 以及喜欢和热爱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朋友们 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中 追寻撒爽英姿 重温革命浪漫情怀 共度美好今宵 纪念中央芭蕾舞团 经典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首演50周年专场演出 现在开始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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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